這個是浮頂肉片必配的沒有之一 黃辣椒 喜歡吃辣的同學記得收藏起來 比小米椒還好用 第一步先把這個地剪乾淨 不然太佔面積了 然後把這種破皮的給它挑掉 不然全部都做灰了 然後用一把鹽來清洗這個辣椒的表面 不然表面可能會有一些殘留物 會影響保存的 如果處理妥當的話 這個可以保存6個月以上 除這個試拼也就意味著 我馬上就要除那個浮頂肉片 清洗好好把水倒掉 一定要把水倒乾淨 然後再給它放入肉勺裡 控干水混 要均勻的攤開 這樣才讓晾乾 管理換入兩大勺鹽 先加入適量的熱水 然後再給它攪拌化開 倒入一瓶的礦泉水 半瓶6度的白醋 再下入300克的泡椒水 這個泡椒水就是那種 一包一包的那個泡椒裡面的那個水 然後準備一個乾淨的玻璃瓶 最好是用酒精消過毒的 再把這些分乾的辣椒倒進去 然後這個汁水一定要倒到滿過那個辣椒 分口的時候噴上一點白酒 這樣它才不會發霉 不會有那個白白的飄糊 給它泡個一個禮拜就可以用了 包括泡椒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酸辣的口 算了 沒必要